你瞧这是哪门子工法 可不是吧 一来一往全是花招 不敢动用两位前辈 高姓大平 有何指教 既然不敢 那就别问了 也没什么好指教的 我们是专程来踢管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人都好 只不是七世道名 五人子弟的人 你们这说谁啊 还用问吗 当然是说你的好郎君了 你 我洋狱前有何不适 还请前辈逐一指正 你把偷来的两下子花拳袖腿 开启了武馆 这分明是骗人铜板吗 你 还不止这些呢 他不单单偷学了武功 还把人家大闺女给骗过门来 这才叫既偷母又偷心 你 你们别乱说话 你还敢讲话 你也好不到哪去 是不是看他年少英俊 打动春心 不惜把家传绝学 私相授授了 你不要胡说八道 他的武功 后来都是我爹名正言顺的 传给他的 猫猪老鼠 你得留着最后几张秘传啊 你爹那最后几张秘传 不是叫你好好存着的吗 怎么 一转头的功夫 就把它交给情人了 我的事情你倒是知道不少啊 不过呢 在这世上对我的一切都辽若执掌的就只有一个人来着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就是玉凤姐姐 你怎么知道的 凤姐姐 那这一定是动物 好啊 好啊 你们两位 闲了没事做 消遣我们来 没办法呀 日子难熬啊 是啊是啊 你们不是去云游四海了吗 才多久 就闷了 鸟圈才知返嘛 谈谈用光了 所以呢 特地来看看有什么营生 才发现你们开了间舞馆 我们今天在外面看了一整天呢 真可谓是门生似云来 徒弟如轮转啊 客气客气 而且还是财云广进一本万利啊 我想来想去嘛 觉得好像开舞馆 你什么生意都赚钱啊 对 乱讲 别笑 我们是来真的 就在你隔壁 开一间八卦舞馆 对对对对 不光是要抢他的生意 还要把他的弟子 全都招到咱们这儿来啊 好 那就太好了 正好可以弘扬武术 切从武功 到时候 我跟少奇也可以去那里 拜拜师 缴些学费啊 真的啊 此话当真 当真 好 那就一言为定 好 好 跟你说笑呢 别走啊 我们说的不是真的 别走啊 我们是开玩笑的 我们是说着玩的 我们不会缓你生意的 我们跟你们开玩笑的 老李啊 你是京城的万事通 这一趟我们遇上你啊 咱们就听你的编排吧 路标是跟杨大哥喜欢的话 小弟当然乐于碰陪啊 前面有个酒棚子 走 咱们进去喝几杯茶 走走 三位请请请 两个人 来两宫酒啊 好 马上来啊 您坐啊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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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其实我很想念情儿 夫人 夫人 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孩儿 保佑他无灾无病 多苦多受 来 请请请 陆兄 李兄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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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哥 刚才你在干什么 没有 我在记家里人 咱们喝酒 对了 这两年没听说你回乡了 杨大哥可是我们总标头的好朋友 经常照顾我们标局的几个标师啊 不要这么客气了 我从前不是常听说您家里有闲戚孝子吧 每年都回去几次 最近回去吗 我很久没有回去了 这件事不要再挺了 咱们喝酒 来来来来 我听说你儿子在家练武很用 我儿子现在没有练武了 他不是练武的材料 怎么练都练不到像我这样了 知不知道啊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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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哥可是外家权的顶尖高手 要练到他这个店铺 谈何容易 他平常就喜欢行侠江湖 打抱不平 与人气搓武艺 钻研武技 说起来就巧了 最近我们这里又开了一家武馆 那馆主年纪轻轻 但是武功非常厉害 他好像与杨大哥还是同乡 他叫杨玉钱 他叫什么名字 叫杨玉钱 杨玉钱 跟我儿子同名 说不定是你儿子 说不定就是你儿子 不会不会 我儿子还在乡下种田呢 喝完酒我们不妨去看看 说不定是你儿子 也未可知 对啊杨大哥 喝完酒咱们就去 我们倒要看看杨兄好好教计他那乖儿子 好 等你瞧瞧 让开让开 让开 少爷 有人求见 让开 让开 让开让开 哎 酒也请 停 杨大哥 这是你儿子了 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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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师傅 你 杨大哥 这可不是你儿子 他叫你做杨师傅呢 不 他明明是我儿子 你如果不是我儿子 怎么一见面就知道我姓杨呢 哎 杨大哥 你名杨天下 谁不认识啊 可是他说不是你儿子 这世间上哪有这么多的便宜儿子 哼 杨师傅留过 你肯认我了 我不愿意认你 不 一场来到中暑有缘 作为杨师傅喜好钻研武功 就请杨师傅不另次叫几招 意想如何 好 这世上不孝子太多了 等我 等我替你爹好好教训你 杨师傅请 去 小伙子 赚 深夜 河 河 河 好 杨师傅果然武艺精湛 杨玉浅败福 狼爷 你来了 你是 我 我是你的夫人 太好了 原来你没死 你知不知道 这些年来 我无时无刻不再责备自己 你没有死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这么多年你无音无训的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家团圆了 快去 老爷 爹 老爷 这是你的儿子 他终于熬出头来了 你这做爹的应该开心才对 你还说 你个装死 你个不认老爸 你没耍得我够惨了 爹 这孩子不对 你就别生气了 杨师傅 请您喝了这碗茶 就饶过前儿的不是吧 夫人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的好亲家 这就是我们的好媳妇了 阿谦已经成亲了 爹 爹 你先饶我海又再说吧 对 杨师傅 不不不 亲家 您一生都在望子成龙 你看 现在前儿在京城已经无人不晓了 连八旗子弟都是他的名声 我们做父辈也就放下这个心了 爹 老爷 爹 茶都凉了 老爷 爹 茶都凉了 老爷 你这么知道 起来吧 是 爹 好了好了 这下子真是更加盘俊了 恭喜 谢谢 谢谢 来 请 来 请 来 请 请回来 请 里面唱 请 来 请 来 请各位 请各位 各位请 谢谢 来 来 好 请 杨玉姐能在武学有所成就 全凭她的刻苦求义 牵磨本脸的奋斗精神 更重要的是 她遵从师父的教育 着重尊师重道 她在成名之后 又重新追随她的师父 再次深造太极拳 神科领悟其中惊讶 即后才能疊疊天地 创出自己的武术 成为一代一宗师 并且岳和三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